也是有可能 那另外是不是有些時候 根本是打到真的比較明顯的壞球 就這一球是一棒若空 把陣仗帶給三陣 現在形成了兩出局 這個球的位置不打也蠻危險 那這個球主要的就是它的速度變慢 變慢 所以帶不進來 所以這個球的位置去打是對的 OK 對 對方的一個速差是產生的效果 而且這個完全是有走後門的效果 是一個花球進來 接下來輪到張建銘 前一次的打擊打了一個 又完也打出球場外的 楊春全雷打 這球好球進來打著沒有出棒 單機六轟也是他生涯的清高 而且這一陣子這個張建銘真的非常的火 棒子非常的火燙 你看他的戰法 畢所思的戰法 現在的棒球 畢所思的戰法一定很少 對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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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張建銘 今年的第一支全雷打是 4月21號 打了27傷 但是我才出現第一支 接下來第二支全雷打 我隔了一個多月到6月中才打 但是從6月17號開始呢 打出第二支 6月24號 25號 接連兩場 然後7月1號 又打了一支 那今天呢 是7月5號呢 就打出第6號 這球呢 打成了一個界外 球出現在是2號球 沒有壞球 火焰地人現在喔 最近頭一局的還蠻穩定的 取得球數的領先喔 表現得還蠻優異 哇 這一球補手沒有接到 二壘上的炮針呢 是成績上到的三壘 這個補益看起來是 還是沈總自己的反應慢了一點 球的位置跟他手套的一起是不一樣的 比較接近打者的內角 高一點的位置 可能自己手套一下都遮住那個路線了 也有可能自己擋到自己的視線 波浦又來了一個幾乎同樣的位置 打著沒有出棒變成了兩好球兩壞球 今天分數的差距目前來看呢 湯瑪斯就有出場表演的機會 一棒落空把張建民給三陣 夜店人上來0.2K結束這個慢局3比5 牛隊目前2分落後